春天的花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游泳的青春 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带四季轮回的歌 替它甜甜的流转 风华雪月的诗句里 活着年年的成长 流水和白一座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马脱村 山盖的树 只等待的青春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 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 有着鱼热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马脱村 山盖的树 只回忆的青春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马脱村 山盖的树 只回忆的青春 你喔 但是太多久了 阿宝山都囤囤得得多来 我不是当家人 事情都囤囤了 对啦 现在倩倩都已经是富邦的老朋友了 不知道 没怪吗 这早晚我看这家富邦 我这样怪怪 哪有啦 你买买买 我女儿 实在有点是大中够啦 那你老爸比起来 是差你差太多了 你不觉得流氓 也需要一个善良的人来感化他了吗 我是说真的 孙一梅不适合你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过 你身体里面流了二分之一 你爸的血 你怎么回事 孙一梅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么说很过分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孙一梅受伤害 我是她哥哥 她是我们全村子的妹妹 妈 你等一下知道我阿爸的买买和爸爸的样子 绝对不可怜 什么不可怜 你没听过 那个性是他与团的吗 你妈虽然没带过多少小孩 不过我也知道 个性买买买 是会团念 所以你团念到个性是我的 不是 你说起来 我会感谢阿爸 一直没有带到我们的性格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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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不是說在這裡說我的公司嗎? 我先來見我給你坐的, 沒用 沒用 阿冠, 我看你現在頭皮開槓 頭皮能較容易 沒有頭皮, 它可以用在頭皮 好 陶贝 在想啥 陶贝在想啊 我们陶家 不过一家就四个人 怎么会生出这么多事来啊 一装接着一装的 没完没了 陶贝 事情有好也有坏啊 其实 富邦跟倩恬谈恋爱 也算是一件喜事 等你做了爸爸 你就知道这算不算喜事了 陶贝 我觉得 倩恬真是个不错的女孩 虽然她很多人追 但那也不是她的错 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又那么出风头 可是我很确定 她绝对是个非常自重女 陶贝也承认哪 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啊 换了要是你跟她谈恋爱的话 或者是你跟她结婚 陶贝一定是举双手双脚 大声地说好 结了婚以后 大家变成一家人嘛 亲上加亲 当然是一件再开心不过的事了 倩倩又长那么漂亮 每天要当了电影明星 甚至是中国小姐 同村子的小孩 陶贝也觉得是余有荣焰嘛 陶贝那么喜欢倩 所以你不反对她们 喜欢倩倩 跟让她做我媳妇呢 就不一样了 老实说 陶贝还真怕倩倩做我媳妇呢 陶贝 您这么说我就不太懂了 为什么倩嫁给我 你就很开心 嫁给富邦 你却会怕 倩倩啊 陶贝跟你说一个真理 这叫做啊 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倩倩条件这么好 她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 展翅高飞的女孩 富邦是个傻大个儿 她就是注定啊 在后头 拼命地追着她的命 倩倩要越飞越高 陶贝帮就越追越吃力 有一天要真追不上了 她就会重重地甩一大脚 一元啊 你毕竟不是陶贝的亲生儿子 哪天要是你摔跤了 陶贝会拉你一把 会说一些安慰你的话 但是啊 人还真他妈的自私啊 我舍不得看见自己的儿子 摔一跤啊 来 这儿 你知道吗 我一开门啊 就看你他们俩搂在那个沙发上 哎呀吓得我当时是舞雷轰顶啊 气得我冲上去就给了富邦一个大耳勺子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管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反正我不会答应他们在一块呢 倩倩他家呢 张家知道这事了吗 张家 我还管得了张家什么想法 我早先就有预感我就担心了 我还特别提醒你看好富邦 别跟倩倩走太近 你看这会儿出事了吧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看好富邦吧 他那么个大活人怎么看呢 咱们每天忙那个面摊都忙不过来了 哪儿看得了啊 老陶 干脆咱们搬家吧 你说这什么西班牙话 我是一个军人 国家让我住这么舒适的眷村 我已经是祖上积德了 再说搬家不用钱啊 我不过就一个穷当兵子 我哪来的钱去搬家 那先怎么办呢 那就让富邦去读军校好了 读军校 那多苦啊 男孩怕什么吃苦啊 那 那要是富邦不答应怎么办呢 有的他答不答应呢 我的老白 一老少年头 口碑前 妈的起早八早谁在吵啊 你不睡我要睡 不睡 不能睡觉 这个时候 背英文单是最好的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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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一大早的 谁啊 江奶奶 老陶婆 我有话要好好地跟你聊聊 走 坐呀 坐在我身边不会脏了你的身子 怎么不说话 我们倩倩是怎么了 她是哪一点配不上你们富邦啊 张奶奶 我要是说实话的话 您可别生气啊 有话就说 吞吞吐吐的也不像你 大葱倩倩十岁起来到这个村子 谁不是见了就夸 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我也是大心眼里喜欢她呀 她跟我们家富邦做好朋友好姊妹 我可是举双手双脚地赞成啊 可是现在要闹到谈恋爱的地步 那那我可不得不自私了 继续说啊 光说村子里头那些男孩子吧 就把倩倩围得团团转了 更别说外头那些追求的了 倩倩呢 现在是跟我们家富邦好 可说不定哪天她又跟别人好了呢 我们家富邦是个傻里傻气的死心呀 她要是喜欢一个人呢 就会死心塌地的 可我们倩倩对富邦也是掏心掏肺的 那别人要追求她她能怎么办 就因为拦不住别人追求倩倩 那我才担心呢 我们家富邦啊 是一根筋拗到底的 这不就 就把人家朱雷给打了嘛 我就知道你是在为这件事情犯戈的 老陶婆 我们把这个道理给说说 第一 朱雷要写信给我们倩倩 我们管不着 再说倩倩拿了那封信 连看也没看就扔进垃圾桶了 倩倩也明明白白地拒绝了朱雷 所以说我们倩倩没有乱七八糟 第二呢 唉 你只知道富邦去打了人家朱雷 你怎么不去问问孙太太 当下几个人都拦不动 还是倩倩把她给拦下来了 依我看啊 他们俩在一起交往 不是正好 富邦虽然冲动 可她肯听倩倩的话呀 张奶奶 您这个道理啊 我可过不去 照您这么说 那要是倩倩一路犯桃花的话 那我们家富邦不就有打不完的价了吗 更何况倩倩那么聪明 念得学校好功课好 一天到晚参加各种比赛的 我们家富邦根本高攀不起 倩倩这样的女孩啊 别灌迷汤了 我是说真的 高中毕业以后 倩倩一定是上大学的了 而我们富邦呢 就算她再努力用功 也不见得考得上兼大学 就连三专都成问题 当然隔年再考当然可以 可是呢 倩倩毕业的时候 我们家富邦还在念书呢 说不定张先生 还会送倩倩出国深造呢 到那个时候 我们家富邦该怎么办呢 富邦是你儿子 你倒看不起他来了 依我看哪 宛渡一年有什么了不起 富邦将来肯定是个 有出席的孩子 再说我们倩倩 现在不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在帮富邦补功课吗 这一点呢 我也真的很感激倩倩 张奶奶 您是过来人哪 这结婚可是两家人的事啊 哎 倩倩腿不好 倩倩就等于是长女 我们富邦要是真的跟倩倩 走到结婚的地步 那我可就更害怕了 怕什么 你怕什么 您是过来人哪 这结婚可是两家人的事啊 哎 倩倩腿不好 倩倩就等于是长女 我们富邦要是真的跟倩倩 走到结婚的地步 那我可就更害怕了 怕什么 张奶奶 您心疼您的儿子泽民 我也心疼我的儿子呀 记得那天 您一大把一大把的眼泪掉着 心疼张先生 成年累月地在海上飘着 张奶奶 富邦可是您看着长大的 就像您的孙子一样 如果富邦真的是您的孙子的话 您会忍心让您的孙子 再走您儿子的老路吗 将心比心 您也替我想一想啊 我和老陶 卖面辛苦了一辈子 大姥姥就算不让儿子来孝顺我们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儿子 背着这么大的一个包袱吧 你如果是为了我们一大家子 我可以跟你保证 只要泽民在的一天 他不会把这个担子丢给孩子的 张奶奶您就别逞强了 您摸着自个儿的良心问一问 您真的舍得您的儿子 成年累月还继续在海上飘着 一年半载的都回不了家吗 我是心疼泽民 可我也心疼那一家子好人啊 泽民愿意担起这个责任 我从来没有说个不字 张奶奶 您娶的媳妇是张太太 不是倩倩 倩倩跟张太太可是不一样啊 倩倩的脾气个性在这村子里 是出了名的 我们家富邦 现在就已经对倩倩是言听计从了 这要是往后 还不什么都得听她的 倩倩对张先生和对你们的态度 我可是看在眼里啊 我可不想到老了 还得受儿媳妇的气啊 说真的 我对往后的日子 没什么好奢求的 只希望我们富邦啊 娶个老实点的媳妇 笨点的媳妇 过点儿简简单单的日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您明白吗 他们走到将来你担心 他们走不到将来你又害怕 说了半天 你就是一路反对到底了是不是 我 张奶奶 对不起 别对不起了 这会儿我也看清楚了 你跟那老主婆没什么两样 好 你放心 我们张家屋檐底下的人 就算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骨气 从今以后 你们别上我们家来 我们也绝不到你们家去 张奶奶 这么多年的邻居了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大妹 谈得怎么样啊 倩倩 听奶奶的话 拿出骨气来 跟富邦一刀两断 怎么 难道陶太太 还是不准倩倩跟富邦交往 这是为什么 一大顶一大顶的帽子 往我们头上扣啊 就算没有个脏字吧 也是一句话比一句话伤人 他们说了什么了 是不是说倩倩不检点 还是说我们家是脱油瓶 倩倩 怎么会这样 陶太太人不是挺好的吗 你们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思缘 不知感恩呢 那个时候老陶婆摔那一跤 我们是怎么帮他们的 捐学帮老陶做生意 我当我们跟他亲的跟什么似的 谁知道人家信你可分得清楚得很 口口声声的你们 我们 这十几年的邻居都白做了 奶奶 你别气了 都是我不好 一大早就害你受气 王倩倩 你不要笑好不好 你哭出来嘛 有什么好哭的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往你头上扣帽子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伤害人 他们真的太过分 太过分了 倩倩 奶奶知道你提得起放得下 咱们这一家人呢 关起门来可以掉泪 出去都给我抬头挺凶的 记住 从今儿个起 你们谁要敢进陶家的门 就别进我张家的门 干啥 快走 伊亿 来 好 是 我 都别进行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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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能哭成这样 张奶奶说 以后我们两家 都护不当门了 这也难怪 虽然倩倩那几个孩子是带过来的 可张奶奶带他们 一向跟亲生的一样 这会我们拦着父母 怎么跟倩倩交往 肯定张奶奶替她出头的嘛 张奶奶真是个好人哪 她说要是我们富邦 真的跟倩倩成家了 她保证绝对不会让我们富邦 像张先生一样 扛着一大家子的包袱 那你怎么说了呢 这我心意横绳都说了 好了好了别再哭了 我不是哭这个 张奶奶说我跟那老猪婆没什么两样 原来是为这个 人家张奶奶她是说气话嘛 你跟老猪婆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哭这个 我是想起上回摔伤住院的事 就觉得 实在是对不起张奶奶 我身体病我身体病 我身体病 好了老陶 你给我像个男人的样子 都活了半百了 在这个街骨眼上 自怨自哀的 能解决事情吗 张奶奶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起来 这儿我自己才发现 我根本是个没用的赵老头 我除了会主面 我什么都不会 我是个废物 不是这样的 你们才是B型的 不是小姐 什么事吗 里面需要输血 B型血不够 你是B型的吗 我是A B型 我 我是B型的 可是你年纪太大了 我身体好得很 你要输多少 你就尽管输吧 你说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故事说血不够 张奶奶她老人家二话不说 就说她要均血 钱钱 涓涓都跟着一块过来了 我在医院躺了多久 张奶奶跟张太太 就在家帮你忙活了多久 我还听陈太太说 有一回跟张奶奶一块打牌 那个老猪婆 在牌桌上说咱们家的是非 被张奶奶狠狠地修理了一顿呢 老唐啊 咱们这么地嫌弃倩倩 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啊 我还听陈太太说 有一回跟张奶奶一块打牌 那个老猪婆 在牌桌上说咱们家的是非 被张奶奶狠狠地修理了一顿呢 老唐啊 咱们这么地嫌弃倩倩 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啊 一码归一码事嘛 这两码是不能摆在一起比 这 人家对咱们好的逮到机会 我们一定要加倍暴打人家 可总不能拿富邦跟倩倩的感情 来暴打嘛 都是那陈富邦不好 这臭小子 他喜欢谁不行啊 他为什么要偏偏喜欢 那个倩倩呢 一美不好吗 那孩子打小我就当他是儿媳妇了 一美不好再美也行啊 要是非得喜欢他们家的姐妹 我宁可他去喜欢那个盈盈 可这偏偏为什么非要喜欢 那个倩倩呢 你又不是月老 这种事能你说了算吗 张奶奶 汪奶奶 张先生 张太太 他们可都是好人呢 要我为他做什么我都没二话 可是偏偏 可是偏偏惹出这种事来 你说 你说我是那种无恩负义的人吗 我 我只是个妈 老婆 你在干什么 人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动不动就下跪 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我不是动不动就跪 神马定了约法三张 第一条不能说谎 第二条不能离家出走 第三条知错要能认错 所以要是谁犯了错 就要自己来这边面壁思过 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有错是吧 爸 我知道我以前犯了太多的错 我知道我成绩不够好 我知道我老闯祸 我知道我虚度光阴 我知道我不够振作也不够孝顺 更不是一个好哥哥 也不是你跟妈心目中理想的 那个好儿子 可是爸 我跟你保证 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我会好好把握 最后一年的时间用功读书 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爸 我一定会振作 我不会再闯祸 我会好好地孝顺你跟妈 我会当富华的好榜样 爸 我现在说的这些 我全部都会做到的 但是 爸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跟妈 答应我跟倩倩好不好 我听了你前头说的话 爸 我以为我这个傻儿子 他终于要有出息了 结果我听到最后一句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个没出息的家伙 他一辈子就是不会有出息 我跟你妈妈 为了看到你上镜 我们流了多少眼泪 流了多少汗水 你没领过我们的钱 现在为了个丫头汪倩倩 你突然明白你自己 以前有多混蛋是吗 所以 倩倩真的对我很重要啊 那我我跟你妈呢 那这个家重不重要呢 他 养育你十几年啊 我们为你吃苦受累 偷心偷看 偷肺 全比不上一个王倩倩是吗 爸 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我真搞不懂了 如果我跟倩在一起 可以成为你跟妈 心目中那个好儿子 那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啦 你真要当我们 逃家的好儿子 就不许你跟王倩倩在一块 所以你跟妈 你愿我去做太保 你愿我继续考不及格 你愿一辈子愿客你们 也不让我跟倩倩在一起啊 你说是什么 你导堂 你是不是还为了这件事情 我跟你妈妈身上 庇护了多大的罪名啊 我们在别人眼里成了忘恩负义 不知道感恩的东西啊 那你知道为的是什么吗 我就是真的一点不懂 你们到底是为什么 我是 我不管你懂不懂 陶府邦 你只要给我记住了 爸妈吃的咸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们太清楚了 像王倩倩那种女孩 将来 会给你带来什么苦头 你要跪 你就跪吧 你要恨 你就恨我们 我相信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爸妈 为你打下了什么样的不幸 妈 我现在就已经很痛苦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老头 别理他 他要跪 就让他跪吧 我们走 好 走 汪奶奶 汪奶奶 稀咔稀咔 吃点什么 我不吃东西 我找陶太太 找我 汪奶奶 您找我什么事啊 陶太太 是 陶太太 陶太太 对不起 打扰你们 没事 我们大妹 她不准我上你们家门 所以 我才到这儿来找你们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从来都不会嫌弃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老废物 汪奶奶 您怎么这么说呢 您是知道的 我们村子里这大伙都这么亲 我们村子里这大伙都这么亲 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 要是咱们两家从此不上门 那我事到死都不会合眼的 汪奶奶 您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 是啊 是啊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要是我们家大妹 跟你们说了什么不重听的话 我在这儿 跟你们陪不是 没有 没有 没事 没事 没事的 大妹她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她 她是好人 那当然 她没有什么坏心眼的 是我们都知道 当然 我们都知道的 是 就说那件事吧 我们这村里 把陶欣跟那许太太传得像什么似的 可大妹 为了你们 她把那朱夫人给臭骂了一顿 就是这样 这朱夫人一直怀恨在心 才会闹得朱蕊给倩倩写情书 富邦替倩倩喊冤 而去打了朱蕊 可是这件事 这起头 为了你们吗 是 那好 这事总算真相大白了 那再说回我们倩倩吧 你 花奶奶您先坐下来说吧 走了这么远的路 我不坐 我不坐 您是知道的 我们倩倩她从小就没有爸爸 又有一个少儿麻痹的姐姐 再加上我这个半死不活的老废物给拖累着 她从小就这么哭了 可她还是一直很争气的拿奖状烤伤肥女 像这么争气的孩子 做你们家的媳妇不好吗 花奶奶 这个 这个拿奖状跟做儿媳妇 这是两回事啊 这怎么会是两回事 这有关系的 你们不是一直愿富邦没有跟你们拿个奖状 让你们荣耀荣耀嘛 像倩倩做你们的儿媳妇 她帮你们淘家拿奖状 你们有多荣耀啊 再说倩倩这么聪明 她要是给你们淘家生个孙子 那这孙子肯定是很聪明的 那以后奖状就会贴不完呢 说了半天 你们还是不同意啊 汪奶奶 我 我实在对不起啊 郝先生 郝太太 我在这儿给你们推下 快 汪奶奶 汪奶奶 你可别这样 汪奶奶 你起来 快起来 汪奶奶 快起来 汪奶奶 我今天拼得这么老骨头 我拼得 我拼得这么老 汪奶奶呀 您快起来 您这不是要折死我跟老头吗 我拼得这个头里 在这儿求你们 有话慢慢说 坐下来慢慢说 汪奶奶 汪奶奶呀 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办哪 我知道 您坐下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坐下来说 我知道你是选我们家浅浅脾气不好 可她从小就被人家骂说她是脱油品长大 我敢保证她是一个又听话又孝顺又乖巧的好孩子 她绝对不是像朱夫人说的那个小太妹啊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要是你们担心 那些最倩倩的男孩子 我会保证 倩倩绝对没有勾搭他们 我敢对天发誓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是说一句谎话 我就别发誓了 王奶奶 王奶奶 您说的我们全都相信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您不用发誓 真的真的 既然你们都知道 那就看在我苦命的老太婆分上 有什么错我担着 我求你们高抬贵手 你们饶了这孩子 不要再折磨他了好不好啊 我求求你们啊 陶萱 陶太 那我再给你们跪下 王奶 我求求你 王奶奶 我求求你 你快起来 你快走啊 你千万别这么做 真的 你快来来来来来 你千万别这么做 王奶奶 我 我们承担不起 你千万别再这样 你一样啦 真的 是 别再这样啦 我求求你 你卖了 你在這兒幹什麼你 什麼 又把你媽弄丟了 沒有 我媽家好得很 奶奶沒有在睡午覺 都快吃晚飯了 還睡什麼午覺 也好想意思 那張媽在嗎 張媽在廚房弄晚飯 弄晚飯 那汪奶奶呢 去散步了 那張娟呢 拍熊 要不要把我們家的君豪瑞瑞 瑩瑩他們的行蹤都告訴你啊 你到底要找誰啊你 我還找那個 奶奶你剛剛沒講那個倩倩 找倩倩什麼事啊 也沒什麼事啊 拍熊啊 奶奶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 想在我前面耍花樣啊 奶奶其實我是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跟我科業上有很大關係的一個問題想 想問倩倩一下 好啦 我是今天才認識你的是不是 給我 什麼東西啊 不管什麼給我 奶奶 長大 奶奶 海熊 這一次張奶不怪你 我希望你以後好自為之 別讓張奶連你一塊恨了 飯不著 聽到了嗎 奶奶那 不過就一張小紙條而已啊 我管你大紙條小紙條的 你要是再讓我知道 你要是再讓我知道 你給他們帶信 還是給他們傳紙條啊 我 我就 張奶奶就一開飯點不認人了 懂嗎 完了啦 我都這麼倒楣啊 那後面不知道媽媽 臭豆腐啊 我奶奶 你怎麼現在才回來 找不回來 晚不回來 這 這還 什麼 怎麼了 奶奶眼睛紅紅的 哭過 沒什麼 小聲一點 別讓張奶奶聽見了 張奶奶 你去哪了 我 我去買東西 東西呢 好 時間它像是河流 慢慢的輕輕推送 有時候像是漩渦 很難靜止而不動 開心的 傷心的 一輩子 能改變什麼 能相信什麼 遊走在夢的盡頭 也常常不是回首 人一人 插身交錯 誰停留 誰又遠走 我曾經 犯的錯 我曾經 留下的遺憾 就讓它去吧 如果想要 回到那過去 但是你我時間 存在遙遠的記憶裡 是個 親密不破碎 的縫隙 我學著 不放棄 願你牢記 我曾經 愛過你 因為有你 我才學會 相信愛情 關於過去的事 就藏心裡 未來依舊 有你的回憶